安静地坐着 闭上你的眼睛 感觉在你内的深沉韵律 试着对它会是什么感觉 这个问题不要存有先见 而只就向内看 等着那些感觉基调 对你变得明显起来 你知道这些感觉基调存在着 并且你也明白 我们是生自这些深沉的音调 生自一切万有 想通过肉身而认识它自己的 强烈渴望 你是这种感受 即存在于肉身里的欲望的 一个独特表现 你是知觉倾向与意向的一个 独特组合 在这个三维世界里表现你的自信 把你自己向你是什么开放 感受在你内的那些深沉的音调 开始去绝聚 开始去觉察你自己的韵律 你存在的伟大能量 而让你自己体验它 别问你自己的身体验这个 不要预测自己 什么来了就接受什么 并且知道那是来自你自己最深部分的一个讯息 感觉它 感觉它 玩味它 尽可能地停留在这感受里 做这个练习不要计时 不要特别定下实现去做 那可能会使它像是个责任 是件不管你想不想做都必须去做的事 最重要的是 这个练习应当是个很享受的体验 也许你必须试好多次 才会认知你已接触到你的感觉基调了 有的人可能有一种即刻的啊哈经验 而觉悟到他一直是触及到这些音调的 却没有有意识地注意到它们 无论如何 你们所有的人迟早会认知它们的 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被藏起来 却是你日常经验的一个亲密的部分 它们是你与一切万有的联系 建议你一开始多加练习 或许一天两次 直到它变成你的第二天性 然后再不时有意识地检查一下 你的感觉基调 当你不开心或沮丧时 运用一下这个练习所给你的力量感 当你对你的感觉基调明白地觉察时 你会发现自己安居于你存在的核心 感到心中很安全 为了加强所有这些感受 你有时可以对自己慢慢引用 OM这个声音 出声或莫颂均可 它可以加强你的身体 给你能量 当你做这个练习许多次 而熟悉了这些感觉基调 所给你的力量感之后 就去感受这些基调 由你的身体向外散播 因为它们正就在如此做 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能量的悸动 你放出你自己的这个精髓 它与其他的精髓混在一起 一而再地创造出你们的物质环境 感觉你自己集中在内心 而放出你重重的能量波 看见它有你的身体 向外辐射到四周的环境里 在那儿它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延伸 觉悟到你知觉为在外边的物质 其实是你的念头的具体化 由你的能量形成你的内我 你的精髓 你的灵魂的象征 感觉那能量放射进入地心 也深入天空 透过了云层而进入宇宙最远的地方 因为它的确是这样的 这些来自你意识的放散物质 真的以这种方式向外延伸 它们的影响无远伏界 这就是你的创造力 你的自信的本质 我给你打算了 你待会儿的东西 这就是你 你你放在一顺耳朵里 你别再放了 就越来不在一项 哪儿呢 就越来不在一项